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片中 以花甲年纪的李子雄皮肤松弛 嘴角还起了胡须 但他的小儿子看起来也才不到五岁 也难怪不明情况的网友会胡乱猜测 这个儿子是小23岁妻子 瓦提麦 雅琪为李子雄所生 当初这对老夫少妻结婚时 线上了网上不知道多少的单身男子 不过老夫少妻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两个人半岁 李子雄被赶出家门住30元旅店 4月8日 李子雄和法提麦雅琪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产生了矛盾 随即法提麦雅琪将李子雷的行李直接从房子里扔了出去 这可苦了63岁的李子雄 平时在家都是妻子管钱 这一次被赶出的家门 意识还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李子雄在街上兜兜转转 最后在鸡脚嘎搭里找了一个破旧的旅馆 李子雄对这个旅馆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看上去空间狭小了点 但是整体看上去比较干净 李子雄称 这里足够自己对付几晚 最重要的是 房费一晚上只用花30元 以后再也不怕被老婆赶出去了 这间房里有两张单人床 李子雄他们拼起来后不仅变成了大的单人床 而且房间还能空出不少位置 房间里没有电视 但是有一台电脑 兴奋的李子雄连忙打开电脑 希望能从硬盘里找到点什么 打发下无聊的时间 过了一会儿 玩累的李子雄想要上卫生间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为什么这个旅馆只要30元 来到卫生间 李子雄被里面的场景惊到了 虽然里面是配备了单人的淋浴设施 但是里面的环境只能用张乱叉来形容 更尴尬的是 里面的马桶设计惊人 坐便器的马桶扣紧顶着墙壁 相反 靠背与后墙确实空出一段距离 这种设计难道想让人倒着坐上去 手抱着马桶靠背 不过除了这一个槽点之外 旅店整体上还是得到了李子雄的认可 累了的李子雄惬意地躺在床上 30元 只要30元 以后在家我就天不怕 地不怕 只是没想到玩累了的李子雄还是觉得家里好 于是打包行囊 悄悄回到了家 没想到刚刚到家 就被小佳琪发现 法提曼雅琪顺手把小李子雄的 行李扔了出去 顶时小旅馆住得很舒服呗 那你在外面住一个月再回来 看完视频网友猜测 两个人可能没有闹矛盾 这有可能是不齐两策划的搞笑视频 毕竟李子雄和法提曼雅琪 两个人都在感情里受过伤 现如今 两个受伤的人走到一起 一定会很珍惜对方 李子雄悲剧的第一段婚姻 1959年 李子雄在中国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 呱呱坠地 家里一共有9个兄弟姐妹 所以从小李子雄的生活就充满了底层人民的艰辛 为了生计 高中没毕业 李子雄就辍学进入社会 小时候穷惯了 进入社会后 李子雄满脑子都在想 怎么才能多赚点钱 因为没有学历 李子雄做过保安 装卸工 送过外卖 各种底层的角色 李子雄几乎都尝试了个遍 有一年 李子雄惊人介绍 在香港海关打工 在这里 李子雄经常见到香港的明星 经纪人 刚好此时的李子雄年轻又有气质 很快便被星探发现 星探告诉他 以你的条件可以考虑去TVB的艺人培训班 李子雄非常兴奋 以为自己以后也可以成为明星赚大钱 1982年 23岁的李子雄考上了TVB第11期艺人培训班 在这里 他和周星驰 梁朝伟 吴振宇做起了同班同学 不过与同期的梁朝伟 周星驰不同 李子雄从TVB艺人训练班毕业之后 没有直接进入了影视行业 而是做起了模特 他后来进入影视行业纯属是个意外 那年 徐克刚好要拍一个广告 做模特的李子雄就前去面试 虽然最终是落选了 但是李子雄的气质成功吸引到了徐克的注意 徐克派人喊出了落选后刚要走的李子雄 问他有没有兴趣做演员 李子雄当时随口说着自己挺喜欢当演员的 自己还参加过TVB的艺人培训班 徐克当即留下了李子雄的名片 告诉他以后有机会找你拍戏 徐克说完就急匆匆走了 李子雄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本身自己也没想太多当演员 当时只是不想搏了大导演徐克的面子 才那样说 并且李子雄也认为徐克可能只是和自己客套一下 每天那么忙 哪里有机会记住自己这个小人物 只是令李子雄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徐克就打电话过来 请他出演一个角色 当时徐克工作室正在筹派英雄本色 张国荣 周润发 狄龙主要演员 主要的演员角色都订完了 但是反派角色 大哥成却是迟迟找不到人选 正在导演吴宇森头疼之际 老板徐克向他推荐了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李子雄 于是吴宇森拨通了李子雄的电话 给李子雄化起了大病 我现在准备拍摄一部电影 周润发和张国荣都已经加盟了 现在有个角色 你有没有兴趣来试个劲 李子雄本身对拍戏毫无兴趣 但是一听电影有张国荣的加盟 于是李子雄满口答应 到了片场之后 李子雄一试镜 吴宇森当即拍板 大哥称 就是你了 只不过CN 李子雄赢得了这个机会 但是毕业后 李子雄一直没拍戏 所以一点拍戏经验都没有 于是在英雄本色的剧组 每天都能听见吴宇森大骂李子雄的声音 后来李子雄回忆起来 也是一脸憨厚地为吴宇森辩白 感谢吴宇森当年在片场的激励 不然自己也不可能从 拍戏小白获得如今的地位 凭借着英雄本色这部电影 李子雄出道即巅峰 凭借大哥称这个角色 李子雄获得了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最佳男配角奖的提名 此后 李子雄成了香港电影的反派专业户 出演了诸如《寻情记》中的赵木 《水浒传》中的高球等 每一个都是让人恨得想要钻进电视里 把他暴打一顿的角色 事业上成名的他 还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歌手方小红 方小红是香港的著名歌手 李子雄和方小红两个人属于一见钟情 在一起没多久 两个人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但是他们的婚姻并不美好 相反是残酷的 两个人结婚后移居到加拿大 期间方小红还为李子雄 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但是李子雄的事业却在香港 经常需要在香港拍戏 一家人巨少离多 而且李子雄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所以挣了钱 很大一部分都寄回了家里 这样妻子方小红非常不理解 因为当时李子雄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许多的钱 李子雄都没有和方小红商量 就用来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 而当时方小红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加拿大 生活开销很大 因为柴米油盐 两个人不断地争吵 方小红最终好好的一个家 被炒得支离破碎 后来李子雄从香港转转到内地拍戏 两个人长期地吵架 加上两地分居 感情早已消磨殆尽 2007年 李子雄和方小红正式离婚 儿子抚养权判给了母亲 这也让李子雄背上了抛弃弃子的器皿 李子雄与法提麦雅琪 两个受伤的人互相取暖 曾经17岁的法提麦雅琪 与42岁的渣男张铁林 还有过一段绯闻 2018年 58岁的李子雄在网络上发文 自己与王雅琪有了爱情的结晶 老来得此的李子雄对小儿子非常的喜爱 没事李子雄就带着儿子出去逛街 而且李子雄与自己妻子生活的也非常幸福 在短视平台 李子雄经常发一些和老婆的甜蜜互动 可以看得出来两人受过情伤 虽然在已然放下了过去 获出了更好的未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